哈囉大家好我是居羽,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魔法競速目錄跟科學一方通行 還有Crush Fever的合作轉蛋啦 那今天的話總共是有分兩池 那總共的話是有7隻角色 然後但是分兩池,分兩池的話是兩隻65分兩邊喔 但是60C的話是都抽得到的 那這隻的話是有天井機制,那就是每100連就可以自選一隻65 那這隻的話總共應該是都可以玩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析囉 那100美琴人類UN攻擊型 三維的話是755180342013 那主動機是轉換兩顆黃色破壞跟炸彈C珠大 大型雷射橫綠色珠轉黃爆彈掉落 兩回合CT5 那以這個技能組而言其實是以65C啦 當然是算相當不錯 但是就覺得好像就是一個雷射吧 如果雖然勉強算是有還原到技能組啦 但是感覺如果雷射可以再針對他的技能做一點特效的話 應該也會相當不錯 但是這個可能還是要看看官方的智慧有沒有辦法做 但是以一個65C而言我覺得這個算還可以 但是其實還有一個跟他很類似的啦 海姆霍茲茲 海姆霍茲是CD6三回合 但是還多一個握手 不過海姆霍茲是兩顆炸彈C珠啦 跟兩顆爆彈射珠 那他這邊的話是兩顆破壞珠 那這個就蠻看個人的 那CG的話是體積列傷害65C標配 那背動一的話是破保護跟障礙 那背動二的話是自身在前頭 黃藍破壞珠各掉翼 背動三的話是人類點愛次數加翼 背動四的話是自己在前頭暴風將會強化 那我覺得這個背動四這個血法 看起來是小的強化啊 所以其實是還蠻糟的 就是如果可以用到激烈的話當然比較OK 那背動三的話就是算是給人類隊的一個個小小的buff 那其實整體來說我是覺得背三背四是不到避開程度可以不用開的技能組 所以其實說實話基本上背一背二應該就差不多 除非你真的是對美琴有愛的X8R99 但我記得美琴是有給CB啦 就看自己囉 如果你真的愛他的話 那第二隻的話是魔道書圖書館 印迪克斯人類一彎恢復型 那三圍的話是752145645574 那主動技的話是吸收特殊度以外恢復10300HP 兩回合黃綠轉藍色珠掉落 啊機率掉落10顆自身的炸彈C珠 然後藍屬性減傷30吧 那我覺得其實是相當算是相當不錯的技能組啦 就是有減傷然後還有一些轉彎色珠掉落 但主要還是是這個機率掉落最多10顆炸彈C珠 那這10顆基本上我是覺得 呃他是需要配暴風激烈強化的啦 不然會很悲劇 那種其實這種小顆的 通常掉下來跟空炸沒什麼其他 然後如果你又沒有暴風激烈強化 有時候暴風激烈強化都會空炸的 所以這個就大家可能自己要注意一下 不過主要因為主要是如果他有一個顏色可以轉成是暴彈射出的話 我覺得是會好一些些啦 但是看起來是沒有 所以呃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像是水屬性暴風激烈強化比較常見的 大概就是呃哥白妮 但是哥白妮自己本身也會落機率掉落 所以這個就是開技能順序自己要注意 就是可能會互蓋這個 大家要去算好10顆炸彈的才能再開別的 不然會互蓋的話會相當的悲劇 真的大家自己要小心 那CGIO他是給予自身回復力給予單體激烈傷害然後HP 所以這個也算是還算普通的 那被動1的話是破保護跟破障害 被動1的話是冒險開始時自身展開2萬5護盾 2萬5護盾算是蠻高的啦 所以我覺得還好 那被動3的話是自身在前頭愛心珠變自身C珠掉落 那通常會有這種愛心珠變自身C珠掉落的被動 都比較幾個都是幾乎都是回復型的 這個其實還蠻有趣的 就是反正就是也要回血嘛 就會讓他死下來 那比較可惜的是因為 因為大豆吃這個技能的話 是因為他還有在疊回復 所以會讓大豆這個點瞬間很破格 但是其實 印第克斯是沒有 所以可能會相對性的輸出會偏低一點點 那被動4的話是 若一次點按24以上連鎖全角色C珠生成激烈縮短 通常我覺得能做到24連鎖的前提 應該已經都是爆發的狀況了啦 就是你應該是爆發 你有大量版面的時候才會有24連鎖 不然我覺得其實單開他技能要24連鎖 還是蠻看版面的 我覺得還是蠻看版面的 所以 基本上因為是一半的版的啦 要要一半的版 所以我覺得這個難度也是偏高 基本上也是屬於大爆發 才會再多一點點 比較像是增傷跟確保炸板的能力 這個就也是相當看個人 我覺得這個也是相當看個人的技能 那再來的話是風紀委員白警黑子 白警黑子的話也是C65 人類UN技巧型 三圍是7375 5074 3511 那 轉換新型黃爆彈跟一顆炸彈C珠超大 三圍有全體角色攻擊力產生10倍的攻擊反擊 紅色珠連鎖 我是覺得啦 這個以一個65C而言 10倍反擊是偏低啦 10倍反擊真的太低了 那這個如果可以提升到個20倍吧 我覺得20倍或30倍會比較好一些 不然10倍我覺得 10倍真的太低了啦 我只能這樣說 然後CG的話是給予單體無視防禦力15000 15000的傷害 自身回合攻擊力提升2884回合 那基本上還是要配一個洛西的喔 配一個洛西就算 就算你攻擊力你跌到 假設你跌到 一波洛西我想大概跌到個 15000啦 15000 以台版的關卡的角色血量來說 15萬的反擊 你如果一個20大概300 2萬 好啦其實 就是其實是有點點 有點點 這個計算方式是有點過於理想化啦 我是覺得有點難度 因為 主要是因為他的CG還是被 是無視防禦力的固定傷害被限制住了 所以其實疊太多的攻擊 除了反擊之外 會變成說其實效益耶 不算太大 這個可能大家要自己小心 好 那 被動1的話是 自身在前頭破寶物跟破障礙 那被動2的話是 破壞10顆以上障礙珠 自身技能縮短 我是覺得這被動2 呵呵 那被動3的話是自身在前頭 藍綠色珠各轉紅 爆彈黃爆彈掉了 這個來就可以 那被動4的話是 若一回合破壞10顆以上障礙珠 自身使用反擊威力傷害提升50 那再提升50的話我想 就是等你當作是15倍吧 就當15倍 15倍的話我覺得其實還是沒有算太好 但是就是15倍算比較OK啦 但我是覺得應該可以提到20倍 那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 我覺得這個被動的其實不太有 因為 其實有一個出什麼的 出什麼的關卡角 它是破1顆就可以撿一個CD 那它居然要破10顆 我是覺得 嗯 這樣不太有 都是合作角 應該有好一點的待遇 OK 那被動3的話就算 比較像是增加輸出的啦 就是增加輸出的啦 但是 所以變成說 它應該是得要疊弓 但是它疊弓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變成它的CD補陣 會讓它整個變得很悲催 這個讓它傷害變得很相當悲催 這個就只能看 看你們自己要不要 要不要疊啦 但是如果是我 我傾向是 不用我 好不好 這個傾向不用疊 那神獵火之的話 基本上算是 我覺得算大改造了啦 消去數 人類UN技巧型 7361跟352 消去屬性族 一回合自身攻擊 防禦力提升1萬 自身參加攻擊 然後兩回合 屬性豬轉藍爆彈跟藍色豬掉流 那基本上它只要進行開下去 就是全版的藍豬跟藍爆彈 所以它只要配上一個洛西的角色 就是可以很穩定 一定有穩定的速度 基本上是每一波都可以連炸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C技的話 是給予單體7次 無視防禦力的固定3000傷害 那 基本上之前在日版是 因為是有被防禦力補正 所以會讓它的C技 其實蠻悲催的 那日版 台版改成這樣 是比較不會被防禦力擋到 但是同樣的問題啦 因為攻擊跟防禦力提升1萬 所以其實變成說 這傷害也是不夠好看 這個傷害也不會好看 因為你攻擊跌高了 C技也沒什麼補正的效益 所以會變成說 其實這樣輸出也是會有一點點被限制的 那被動1的話是破保護跟破障 然後被動2的話是冒險開始時 自身技能CD縮短 被動3是自身在前頭掉落5顆炸彈C2 被動4是自身在前頭時 C2生成超大虎縮短 那我覺得基本上這個 貝2貝3貝4是 都可以開啦 這是基本上是都得開而已 會讓它輸出比較好看一點 貝4我覺得可以看看 但貝3基本上我會建議 這種掉落幾顆炸彈C2 我都會建議都一點開 那不過其實雖然是改成CD8 但是CD8 當然還是在台北還是稍微顯得長一點點 然後本身又只有一個 開場自身技能CD縮短 如果可以改成開場跟最重樓層 那我覺得 其實就還算不錯啦 就會好一點點 但是只有一個開場的話 其實還...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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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是 史蒂爾馬格怡斯 人類UN攻擊型 黃... 三圍的話是 7015759 1... 3102 黃C各傳 C珠跟紅色珠 兩回合紅屬性... 呃... 兩回合全角色紅色珠大幅強化 然後爛轉紅色珠掉落 那我覺得這個... 人就60C嘛對不對 他... 一技的話全體超大幅傷害 我是覺得... 對...全體超大幅傷害 其他判斷 那... 被動1的話是 破砲爆跟防毒 而被動2的話是 自身在前頭時 黃新各傳 10顆紅色珠掉落 而被動3的話是 自身或其他角色發動攻擊 自身攻擊力提升3000 那被動4的話是 恢復性角色在前頭時 自身以攻擊力280 才有100公斤 那我覺得啦 這個特色大概都剩佩斯了 其他的組我是覺得... 相當的普通啦 那如果我是覺得 如果他的攻擊可以在... 他的CG可以再疊 多個疊攻 那我會覺得他相當的不錯 但是... 很可惜的沒有 所以... 大概下去了 那大概還會下去了 那雖然說被動3還有在攻擊力補陣 但是因為他被動4只有恢復性角色 才有200%成加攻擊 所以其實會變成他的補陣部分會... 相當的受到影響 然後再來就是最大的問題是 CG只有全體超大幅 其實是... 這傷害是相當的不妙啊 這個傷害是... 其實是不太主動 好不好... 那再來是... 胸美圖玉門圓村跟5下 人類一溫體系 1402157071801 消耗剩餘25HP 然後... 給予全體50萬傷害 3回合自身優比防御力提升5000 CG的話是... 給予自身HP最大值給予單點 是特打5傷害 兩倍動1的話是... 保護跟障礙 兩倍動2的話是... 冒險開始 因為自身展開15000 被動3是... 一回合破壞10克以上障礙 自身防御力提升2000 被動4的話是... 若一次點按15克以上射出 HP回復1500 然後一回合最終發動3次 那他這個就是比較像是... 偏輔助的... 比較偏加輔助的... 的體力型啦 但我覺得... 如果可以再多一個... 反擊... 當然是最好 但... 難... 也是有難度啦 反正都這樣啦 50萬紙傷喔 50萬紙傷 那就... 看看就好啦 因為這遊戲又沒有像... 某隔壁棚有隱身盾 又是可以用紙傷來破 但是這遊戲... 目前是沒有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會變成說... 如果以後真的有機會出這種類似的陷阱的話 我相信這樣紙傷就會變得非常強勢啦 但是... 以現在台版的狀態來說... 我覺得50萬紙傷... 其實效益也什麼太大 然後... Gary... 那被動CG... 我覺得... 還算可以啦 被動1... 被動2... 就是... 自身... 15000護盾 這算是體力型的標配嘛 我覺得... 身為一台坦克... 就是... 基本上都會有一個護盾啦 但是... 我覺得15000護盾是... 稍微... 嫌低了點啦 因為... 體力型我覺得... 護盾可以再高一點是沒有關係的 那被動3的話... 我覺得... 也是有一點點門檻 有一點點門檻啦 因為... 10顆以上... 其實也不算有利啦 5顆我覺得差不多 但是10顆有... 我覺得有點太多 那... 被動4的話... 就當作... 普通的回血能力啦 最後... 痾... 艾斯特跟羅生塔爾 人類UN恢復型 然後... 三圍的話是... 701845296221 紅藍轉為C珠 一圍全體角色點案恢復珠 連鎖綠色珠 不出現紅藍色珠 那CG的話是... 給予自身恢復力為比例的單體超大幅傷害加回復HP 那... 被動的話是破的泡泡跟破障礙 被動2的話是自身在前頭 掉落3顆炸彈C珠 被動3是破壞15顆以上障礙珠 HP回復7000 被動4是自身在前頭 破壞50顆以上射珠 HP回復7500 那... 這個... 就... 破壞不腳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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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我講什麼 我覺得這個... 基本上... 你就...拿來...他自己當頭吧 自己當頭可以回的很開心啊 基本上會... 大量一補啊 這遊戲有沒有一頓對不對 大回...好像也還好 那基本上我覺得他技能開下去的話 應該就可以... 完整...完美的回滿血量 那以CD4而言 四回合可以把血仙救起來 我覺得算是很相當... 算是相當還不錯的一個配... 配置了啦 那... 基本上... 倍3 倍4的話 背3 背4 我覺得 背3可以開 背4看狀況吧 因為我覺得 以一個回復型角色來說 你能炸到50顆以上應該是 不應該只是一般的 應該已經有一點點開技能的狀態了 應該有開技的話 自身在前頭的情況 要把血先拉滿 你看回復力而言 要把血先拉滿 應該不會太困難 我覺得應該不會太困難 所以我覺得背4的話是可以看狀況再決定要不要開 因為 對啦 就像剛才說的 我覺得應該是平常一般狀況應該就會先還滿 不太需要在這一千 七千五 除非你對帶上很多體力型 不然我覺得應該是不太會有解線的問題 好吧 那這次大概大概就是總數大概是這些 七隻角色 有一點多 有一點多 那其實我是覺得 以強度而言 其實只有到普通的程度 沒有說特別強 但也沒有說特別強 像 其實說實話 美琴 美琴其實還不錯啦 美琴算真的算還滿OK的 但是 主要還是在 有一些潮點啦 反正就是 不是最好 但也不會是 也不會是最差 可能就很普通 這樣 應該會 我會建議比較傾向是看愛的程度啦 我覺得這應該是會比較像是看愛的角色 再來抽會比較好 不然我覺得這陣子過之後 我想應該還會有別的次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你可以再等一下 因為 其實活動很久啦 到11月1號欸 大概是兩個多禮拜 兩個禮拜差不多 所以我也覺得 你不用太急 就可以再 可以再觀望一陣子 我覺得可以再觀望一陣子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分析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 按個喜歡 然後也可以分享我的影片給你的朋友 下次再看到 就這樣子囉 掰掰